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幽娘驾驶 欢迎来到今天的车博实验室 我准备利用家里现有的材料来搭设一个棚架 让我们的南瓜可以攀附 再来呢 我会跟各位说明如何建设一个新版 保证不会失败的红析系统 红析启动之后水一直下降 降到这里的时候空气就会进来 所以红析停止 蔬菜水果的生长呢 它需要的肥料不仅仅是蛋肥 这一次呢我们要想办法增加水中的肥料 鱼的排泄物里面能够转化的 大概就是蛋肥最多的 还有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番茄的育苗 这本来是要丢掉的 我们把它废物回收再利用 最重要的是如何引进新的营养素 让鱼菜饮可以共生 在我们的鱼菜共生系统观察这么久之后呢 我发现第一个一定要交的是熬合铁 因为缺铁叶子会变滑 鱼菜共生系统的水质会慢慢的酸化 我们还需要调整水的PH值 我最常使用的就是小苏打粉 非常便宜又容易取得 而且对鱼是无毒无害的 其他还有铁 这种微量元素也必须要补充 让我们的菜得以顺利的生长 那么家里怎么样种菜收获最快呢 我在想这个地瓜叶营养 然后长得又快 所以我今天在超市买了这个黄肉地瓜 而且我还特别挑冒芽的 等一下把它切下育苗 然后再把它种到我们的鱼菜工程系统 地瓜上它有很多芽点 像这个都已经冒芽了 应该这里都可以发芽 这个是大的定质栏它用的固定棉花 那它取下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材料还可以用 它会剖开来 把它挤在这个棉花里面 好不好试试看 大概就是这样 种子是夹在这个棉花里面 这样就不会被我们潮汐的水流带走 这一颗空间菜已经育苗成功了 我们就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位置空下来 小番茄放这里 接下来这半颗呢 我想用这一种大的定质栏 放在我们的PPC三寸罐里面去育苗 今天在我的鱼菜共生缸里面发现了这些东西 这是在沉淀池里面看到的 它爬在我的管子上 就会看一下这个圣女小番茄 在育苗两天之后已经冒出芽来了 这边这栏也是长出了两颗 家里的储藏是除了找到两个这个架子之外呢 还找到了两根铁管 那我要想办法把它立在阳台的鱼菜共生系统水管左右侧 就完成了 为了怕等一下施工弄脏了我们的青菜 所以这一盆我就先收起来吃了吧 哇 这个根 我们先在钻头上面用橡皮筋做鸡 大概就是螺丝的长度 我有多预留一点点 ен擦 进过了两个多小时努力 终于打造完成了我的天网系统 这个网子是给我们四季豆 這一種攀騰植物用的 用回收的桿子 還有L型膠貼 終於完成了 我把它轉了90度來固定 這個方向支撐的話 它才會有一個張力是橫向往這個方向 拉網子的時候的桿子才不會斜掉 在這個系統中如果要引入蚯蚓的話 我找到了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沉澱池 沉澱筒 跟我們的魚池呢它是連通管原理 所以它會跟著潮溪現象 漲潮退潮水面會浮動 我必須想辦法讓蚯蚓浮在水面 然後它可以接觸到水 這讓我想到一個浮動碼頭的概念 這一次我們施工的材料 是一個回收的洗菜籃 它有這種細縫水可以上來 這個縫的大小 發泡鍊時又不會跑出去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拿來養蚯蚓 兩邊扣住它就不會掉 這裡面就可以放發泡鍊時 水管裡面有空氣 所以它會浮在水面上 我們把它放在大水池裡面試試 它是可行的 可以在這裡打個洞 然後用束帶把它固定住就好 細顆粒的發泡鍊石 後來我發現太細了 它會從我們的電子欄掉出去 弄得整個系統都是 所以拿來養蚯蚓吧 欸 看起來不錯 水位降低的時候它是比較乾的狀態 所以發泡鍊石的水是可以排掉的 所以你不會整天泡在水裡 大概15分鐘它會有一次循環 我們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把它安裝在裡面 最近下了好幾天的雨 我們到公園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蚯蚓可以挖 這裡的泥土感覺比較鬆 我們來挖挖看 欸 找到了 我們把它稍微抓出來清洗乾淨 蔬菜葉子之外我還放了一些果皮 讓蚯蚓吃 原來在水中測試的時候 靠四分管的浮力 大概只能撐起來到水面平 大概切齊 我在想這個四分管它的浮力不夠 所以我現在要改裝一下 我們已經把它固定上去了 而且尺寸稍微調整了一下 讓它跟原來上面的框一樣大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好 今天除了改裝我們的浮動四樣蚯蚓籃之外呢 還把我們PH測量表的探針 那個浮動的探針管徑也改了 這樣就不會卡住了 今天是我們養蚯蚓的第五天 我們來看一下沉澱筒裡面的蚯蚓過得怎麼樣 蚯蚓籃 養蚯蚓的籃子它是整個泡在水裡的 因為蚯蚓怕光 所以打開來看到光線它就會往下鑽 看起來色澤都還蠻漂亮的 我下去了 哈囉 你好嗎 唉唷 齁齁齁 怎麼跑那麼快 沉澱筒加蓋 用塑膠布圍起來有個好處 是這裡比較不容易長果蠔 不然像剛剛我們放芒果皮 會有一堆果蠔圍圍在這裡 這樣圍起來還是有 這個縫還是有一點點 但是少很多 蚯蚓的排泄物 富含氮鈴甲肥 還有更多的微量元素 讓蔬菜水果得以順利的生長 養了蚯蚓之後 對菜的生長有沒有幫助呢 對 我覺得啦 不知道是不是心裡作用 各位看這顆地瓜葉 在養了抽菸之後就開始長 這個番茄也是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就是除了魚的排泄物 產生的淡肥之外 淋肥跟甲肥我們就是透過 蚯蚓共生的系統 把它引進來 我們再觀察一陣子 用傳統的紅膝中 常常會紅膝啟動失敗 或者是停止失敗 而且傳統的紅膝中 對於水流 進水跟出水的比例 非常要求 只要超過這個範圍 紅膝就不會停止 或者不會啟動 那麼經過改良之後 我們成功的克服了這個困難 現在我就跟各位說明 怎麼樣簡單的製作 這種摸字型的紅膝中 首先 先將兩個一寸管的彎頭 用一個一寸管 短的一寸管連接起來 然後呢 下面這個一寸管 有點像摸字型對不對 這個呢就是要插到我們的 水桶 硬直 箱 它的底部 怎麼樣調整紅膝停止的位置呢 就是把這個管子做延長 紅膝啟動之後 水一直下降 降到這裡的時候 空氣就會進來 所以紅膝停止 這是它的工作原理 那麼為了確保我們紅膝可以正常停止呢 我們還另外加了一個通氣管 這個通氣管怎麼使用呢 各位看 我們的紅膝管 盡量把通氣管 塞到上面這個位置 讓它轉彎進來 這樣子 可以把這裡的空氣引進來 讓它中斷紅膝 要注意的是 水位一定要能蓋過 我們摸字管最上方 紅膝才會啟動 另外我們的空氣管 絕對不能夠 有折死的情形 這樣子空氣沒辦法通過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有一個 U字型的大彎 讓空氣可以順利的進來 送到頂端 中止紅膝 以上就是改良版的紅膝中 給各位做參考 好啦 今天的車伯實驗室 除了講蕃茄的育苗 還有紅膝中的改良 最重要的是 我們利用浮動碼頭的概念 引入了蚯蚓的養殖欄 看起來蚯蚓的色澤 活動力都沒有問題 我們會繼續觀察 引入蚯蚓之後 魚菜餅共生系統 對蔬菜水果生長的幫助 魚菜共生系統 希望有幾隻魚 可以幫忙種菜 所以我的任務就是出來釣魚 看到沒有 我手上這隻肝子是鹿牙肝 翹斑肝 收起來是一隻肝餅 那我們現在就到河邊來甩一甩看 因為這個鹿牙太輕了 甩不遠 所以我必須要走到河裡 站在水裡面 一來腳不會被太陽曬到非常燙 不然呢 可以甩到比較遠的地方 看一下這裡都是小魚 現在風是往那個方向吹 所以青的鹿牙要順風丟 看到沒有 超多垃圾魚在這裡翻射呼吸 超多垃圾魚在這裡翻射呼吸 我們用兩隻手 把它兩邊的胸臍蓋住 然後把它塞蓋住 讓它暫時不能呼吸 它就會安定下來 不然你根本抓不住 看到沒有 這樣子兩邊夾住 然後大魚池夾住它的胸臍 還有塞的部分 好 好 來 進去 我們的魚全部放進去了 要增加水裡的養分 就是增加魚的飼養數量 然後呢 透過我們的消化系統 變成蛋肥 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來採一些九層塔 炒螺肉 做得這麼辛苦 收成是最快樂的一件事 我們先用動物性的脂肪 雞油 爆香 蔥蒜辣椒 配上我們自己種的九層塔 來炒螺肉 放點鹽巴 放點鹽巴 胡椒鹽 加點米酒 放點鹽巴 放點鹽巴 加上蔥花 最後加上自己種的九層塔 超香的 讚 起鍋 哇 塔香螺肉 超讚的 香脆可口 配上清涼飲料 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了 魚菜共生是非常值得 投資的一個系統 除了魚的排泄物 產生的蛋肥之外 如果可以透過 小廚打粉 調整PH值 加上熬合鐵 讓菜 葉子不再發黃 再結合 我們的蚯蚓 形成魚菜頂共生系統 絕對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組合 以上簡單的經驗分享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魚菜共生 家裡的陽台 就是我家的菜園 讓我們可以享受 都市生活的便捷 又能有小農的收成 今天的節目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這個頻道 請記得按下 訂閱加分享 繼續追蹤 後續的發展喔 我是幽娘駕駛 希望各位在我的基礎之上 可以有平安健康的生活 祝福各位 魚菜共生系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楊台有魚菜共生系統 能夠重點辛香料 真的是想辦 每次喔 九層塔買了一大包 用了一點 然後其他都放壞掉 土耕的話又要常常澆水 每次要用的時候 那個九層塔已經哭死了 魚菜共生系統 真是懶人的福音啊